你不是100万现成吗 那我们想一想 这些创新 因为刚才像飞着说的 Moto是我们非常专注于创新 新的产品上面 那过去的这些 难道能够满足我们的市场 满足我们的消费者吗 我们觉得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机会 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推出一个 新的跨时代的 我都不能说它是一个产品 它是一个categorium 它是完全一个新的分水 来让我们的生活有更多的不一样 所以这一次我们带到台湾的是什么 是两个旗舰机 Moto-Z跟Moto-Z之类的 但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手机 它其实带来的是一个手机品牌 你们可以看到在手机的旁边 有四个我们称之为画 就是可变幻的工具 你看这是一支旗舰手机 但是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手机 你把它翻过来 它的后面非常重要的是 它给了你16MP的平台的连接器 有这个连接器 这一个手机就不仅仅是手机 它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平台 它给了你无线的可能 比无线的未来 所以我们首先先稍微介绍一下Moto-Z Moto-Z是世界最薄的旗舰机 5.2mm 它带来5.5吋的屏幕 可以支持2K的 display 它用的是康宁的强化玻璃 然后呢 有2600mAh 所以在这么轻薄的机身底下 还是能够支撑一天的使用 那在充电15分钟呢 就可以使用7个小型 我们这次在台湾offer的Moto 它带有64G的存储空间 但是我知道64G 其实对每个3C达人来说 其实不管有多少G都是不够的 所以Moto-Z高阶手机 一样能够支持MicroSD卡 然后最高能够支持2TB 那那个RAM的话呢 我们带来的机器是 OPER的MACHINE是4K的RAM 那它的后镜头 就主要镜头的话 是1300万像素 前镜头呢 是500万像素 那有人可能会问 你们没问我先自己问 就是 在旗舰机为什么不是 1600万或2100万或3000万 刚才讲过的 你可能不知道这1000万能为你带来做些什么 我想要提的是说 我们相机重点不是在跟你的朋友 比拼说你的像素有多少 重点是你拍的照片效果有多好 所以我想请大家关注第三点 我们选择的是1300万像素的相机 但是它带有1.8的大光圈 那大光圈 等一下我们会给有一些招呼 就是说 如果起要了摄影的朋友们都会知道 大光圈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光圈到一定程度上 比像素还来的很重要 所以摩托D的话 它是带了1.8的大光圈 然后快满速 无延期的 而且它能够支持FHD的影片 那我们在相机的部分 画了很多功夫 除了1.8的大光圈之外 当然也支持OIS 那个稳定技术 还有双LED的展光灯 以及雷射自动对焦 这些呢都能够让你的照片拍起来更漂亮 这些呢是一些预长谷 那第一个的话 这个是拍那个夕阳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最亮以及最暗的时候 它能够把一些细节表现出来 这个就是那个雷射对焦 以及那个1,300万相处的功能 第二个的话 这边会强调一下大光圈的部分 就是你有的大光圈 你才能够很好的去控制你的景深 那对于很浅的景深 对拍人像 或者是你要拍镜照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以看从这个照片 花的部分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在 其实很多人 如果用闪光相机的话 你拍出来的照片 其实从幕到晚都很清楚 但实际上 很多时候 你是希望拍你的主角是花 但是你的背景 大家会发现 因为景深的关系 它是有模糊的特殊效果 这个是特殊的那个夜拍的效果 就是说一样 有两个点要讲 一个是最暗最亮的部分 其实是分得相当清楚 它并不会偏亮或者偏暗 第二个是在暗 光与暗的分界里 它没有太多的blur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很多时候 你在暗光拍照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一个是有光晕 第二个是会有 它不能算四字光 它就是会有两道光 光晕射出来 就是你会打住你真正想拍的问题 但是在夜拍的时候 包括我们昨天晚上在谈演的时候 我们在外面就随意拍了一下 其实效果都非常的好 也欢迎大家一会去体验一下 第二个讲一下Moto Z-Play Moto Z-Play Moto Z-Play 大概有3.5 3.5lb的电池容量 那 混合使用值以下 它能够用45个小时 那充电15分钟呢 充电15分钟就能够用8个小时 那Moto Z的话呢 我们选择了1600万像素的后镜头 一样是500万像素的前镜头 我刚才稍微露了一点 就是说刚才讲的是后镜头 Moto Z是1300万 Moto Z-Play是1600万 那 前镜头我们其实也下了一些功夫 这个地方没有特别写出来 其实前镜头 大家在自拍 尤其是我们华人特别喜欢自拍 台湾人也很喜欢自拍 就是说 你有时候拍的时候 你会发现 整个镜头都只有你的脸 对吧 其实拍不到其他人 或者是 你要跟你的朋友特别齐 因为你们拍不进去 但实际上Moto Z的前镜头 我们选了一个比较宽的前镜头 就是广角的前镜头 所以你在拍的时候 包括你自己 还有你的背景 都能够特别的清楚 那我们一样选了一个大光圈 是Focus 2.5 然后有双闪光灯 以及雷射跟自动光灰胶 所以很快的看了一下两个机型的重要的规格 其实规格的部分 没有想花太多了 所以很快的看了一下两个机型的重要规格 其实规格的部分 没有想花太多了 但是主要还是讲的是说 但是主要还是讲的是说 它创造的平台 以及它的背景 在那个16个平的部分 后去的话 我们接着讲Moto MOT 这是一个手机加上模组的概念 就比如说 我们在台湾发布的机器 每一台机器 你买的时候都会送上一个贝壳 那这个贝壳 机器本身是在有磁铁 所以贝壳很容易扣上 一样也很容易取下 那你也可以想象就是 当你在选择手机的时候 你再也不用担心你要选什么颜色 因为你可以买一个贝壳 比如说有些赛西大人或时尚大人 我相信你们一个颜色是绝对满足不了你的 那你又不用加一个特别厚的 protection power 其实 你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配合 可以很容易的变换 那我们推出的 我们这次在台湾会推出三个画的 第一个是投影模组 投影模组呢 那是你都很轻松扣上之后 你等一下后面都会有NEMO 就是它可以把你的手机 马上变形成一个投影机 那它最大能够支持70吋的投影 那比如说像现在台湾我们都知道 非常流行出去录影嘛 而是你去录影的时候 当然录影最重要的事情是 是非常家庭关系跟看星星 但是当你还是有需求 你要看电视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看你的手机了 你实际上有一个机会可以 看一个大 炸是70吋的投影屏幕 第二个是speaker模组 就是说手机本身已经带有双speaker 但是我知道对一些喜欢 比如说你喜欢听音乐 或者喜欢拍话题的人 它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你能够很简单的扣上一个speaker模组 它能让你的手机的音量马上变大 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的 其实我们做产品我们最喜欢的一个模组 因为它的差异性非常的大 欢迎大家到后面去使用一下 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时尚的贝壳 时尚的贝壳 实际上我们现在有 共有六个贝壳 在每台机器里面都会附有 深色或者是浅色的木纹贝壳 但是还有其他的像伊隆的贝壳 或者是皮革的贝壳 后面你都会看到 这张照片是很有历史的 就是在47年前 人类第一次阿波鲁西登上月球的时候 我相信这张照片应该不是自拍 阿波斯壮的队友 帮他拍了这张照片 他用的是哈苏哈苏布雷的相机 去帮他拍了这张照片 那很有意思的也是 在47年前拍完这张照片 让他们把这个照片传回地球的时候 用的就是摩托罗拉的传导 所以在47年前 我们就跟哈苏布雷的第一次的合作 那在47年后 我们再次的启动了下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这次跟哈苏布雷合作 产生了做的第一个阿苏的相机模组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也许不是每个人对这个品牌都这么的熟悉 因为哈苏它是专业摄影者 以及非常高端的业余摄影者 所使用的机器 那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哈苏的相机 带到一个比较清明的价位端 那让每一个喜爱摄影的人 都能够使用它来拍出最后的照片 它有几个关键的 一个是它是有物理 就是还有单独的摄影的那个 button 第二个它是可以支持十倍的光学变焦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大部分的手机用的都是数位变焦 就是你的变焦其实是模拟出来的 那超出一定的距离之后 你拍其实是看不到的 但很多时候像有时候我在办公室 我看不到黑板的制服 我的眼睛已经超出我的距离 那我会说会用这个照片去拍 它看的比我们眼睛清楚得非常多 下面是一个例子 就左边拍的是一个摩天轮 它其实你是能看得到全景 但摩天轮上的细节也是看不到的 但如果你看右边的图的话 不只是它把距离拉近了 实际上很多细节 包括摩天轮底部的螺丝 其实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呢 然后另外就是在夜拍的时候呢 这个哈叔的模组也提供 那个弹光跟那个自由焦 所以它夜拍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那说了这么多 最关键的还是定价于上市的日期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台湾任何座所办 所以MOTO Z 我们推出两个颜色 一个是金色 一个是灰色 然后内部呢是带有两个 自由营处的这个cover 然后售价是2,000周半 然后MOTO Z Play的话 一样是两个颜色 是白色跟黑色 以及银色的变化 售价的话是1,0003,000周半 这些一样都是内部 内部都是有包裹这个配合的 那在于模组的定价的话 哈叔的相机模组 售价是9900块 投影模组的话也是9900块 那Skiver 这个喇叭博主的话是3290块 我们在台湾的主要合作伙伴呢 是中华电器 全系列的MOTO Z 产品都会以中华电器为电器的造作伙伴 那升到国际呢 会为我们台湾的销售台 我们明天开始呢 就会开始MOTO Z MOTO Z Play的BIGO活动 那在1月4到 12月1号到4月4号期间 MOTO Z 就是旗舰机的这一盘 会限量开放 500块 那在预购期间呢 我会做一个促销 就是 只要在预购期间 买了限量1500块 就是我们会 那个 在预购期间呢 我们会 选择赠送 JBL的那个成本 就是刚才 跟刚大拉讲过的 那边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 FastCite的产品 然后 非常重要的在于说 我们现在是推出了三个活动 但实际上 在这些后面16个平等 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 未来 为什么 因为 会有更多的 合作的厂商 他们可以推出更多的 能够想象得到 因为我们现在 做了一个例子 有三个活动 但实际上 你有更多的可能性 去做各种 开发各种活动 就是各样的活动 这也是 为什么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FastCite的难题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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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